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老太太就银行存钱 银行接过了钱 但还没入账 突然来了个抢劫的 把这笔钱抢走了 那么这笔钱应该算谁丢的 那最可笑的是这个抢劫的 他之后的操作 你想不脑的都想不到 见过运气好的 没见过运气这么好的 他抢的这家银行 主管是个非常吝啬的人 一分钱都不愿意多花 冬天都不交暖气费 那员工冷啊 就买了电短器 但砸牌电器安全没保障 一通电 银行电路瞬间瘫痪 监控失灵警报响起 那这时候来了个付贝 一听到警报 吓一跳 以为自己是抢银行的呢 还好主管趁着冷静 让员工先关掉警报 并且通知警察是误报 然后再亲自把付贝引进来 那付贝是个大客户 这次来 存14万欧元的现金 结果人还没走 就眼睁睁看着劫匪 把自己刚低出的钱抢走了 那半小时后 警察接到报案 咱们片区的银行 又被抢了 警长非常淡定 毕竟这都是抢第三次了 而抢银行的阿强 现在有点懵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自己竟然成功了 那几天前 他看到离婚的老婆 做了银行主管的情妇 这才拿着玩具枪 一时冲动 那至于这笔巨款 如何处理 阿强突然有了点子 刚出门 打晕他的大胡子 是他的新邻居 昨天看到他带枪出门 就知道这孩子没干啥好事 阿强以为对方是警察 当时就全找了 但大胡子说 不是 不仅如此 他还告诉阿强 处理账款 一定要很谨慎 那说完 转头就走了 阿强犹如波云见日 毛色顿开 谨慎着带着账款 来到了银行 就是他刚抢的那家银行 用这笔钱 偿还了贷款 主管当然认识他 但他知道 情妇的前夫 已经失业很久了 这一大笔钱 难道是遗产 阿强笑了笑 说自己刚抢了家银行 你猜主管他信不信 回到家 发现大胡子不请自来 还在他家做了灯饭 大胡子 原本是个黑帮的头目 被人出卖了 蹲了监狱 但在进去之前 他有一大笔钱 分别存在了不同的银行 但他的仇家特别多 不能露面 就想请阿强帮他取钱 会给他一大笔筹劳 那这玩意 可比抢银行简单 只不过就是打开保险柜 拿回大胡子的包 那像这样的包 大胡子有几十个 每天在家给他做饭 顿顿吃的都不同样 他有个梦想 把钱拿回来之后 就去巴西 开一家小餐厅 那另一边 银行老板看到了报纸 知道自己的银行又被抢了 他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主管 毕竟 付出了春钱 家警报 监控失灵 这一切都太抽象了 没人操作 绝对不可能 但目前仅仅是怀疑 那转头 主管又找到了黑帮的朋友 他现在慌了一批 自己现在成嫌疑人了 必须得把真正的劫匪找出来 不然警察真要查起来 咱们前两次的抢劫案 可就露馅了 那没错 银行前两次的抢劫 都是主管和长发哥合作的 那但这次 他是真远王 长发哥表示 那没有线索怎么查 主管突然想起来 情妇的前夫 之前说过抢银行的话 很可能是在情妇口中 得到的情报 就让长发哥 从情妇身上下手 那毕竟 这事自己不好出面 长发哥就派了个小弟去 小弟在楼道里 堵住了情妇 情妇吓坏了 你是想要钱吧 但小弟装得非常转业 说你知道 我找你不是为了钱 咱们进屋闹了 那这下情妇更害怕了 拼命挣扎 滚下了楼梯 邻居们听见了动静 出来看热闹 直接给小弟吓跑了 那逼问计划失败了 那小弟再去 邻居很可能报警 长发男决定亲自出马 毕竟 他只有这一个小弟 那受伤的情妇 被邻居老太太照顾 而长发男正好来了 听见敲门的动静 老太太出来告诉他 说隔壁的美女出去度假了 长发男能够理解 毕竟经历了早上的事 应该出去散散心 那转头 他就通知了主管 主管这时候是真急了 竟然想要去找钱福哥 逼对方去自首 那毕竟 他现在已经有嫌疑了 警察如果查到他头上 他就把长发哥供出来 长发哥一听 直接给主管干了 那这边已经是兴风血雨了 当事人阿强 还在睡觉静好呢 没事还练一下运衣服 江湖混迹多年的大胡子 给他略微的指点了一下 那这个运衣服啊 是有技巧的 如果把这个插头插上 效果应该会更好 那长发哥演参 阿强的十几万张款 这天就悄悄找上门了 正好被倒垃圾的大胡子看见了 哎呦 这不是出卖我的人吗 那顺手就把长发哥给干了 最后 警察通过调查 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主管和长发哥 就是劫匪 只不过当事人已经没了 至于运气爆棚的阿强 和大胡子一起去了巴西 开餐馆 一部特别冷门的喜剧片 那剧情设计的非常棒 演员的颜值也不错 特别是配乐 这必须要说上一下 从头到尾 没在点上 可以想象一下啊 葬礼的气氛 你放了一首结婚进行剧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哒 好